好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5号英国皇家航空学会 2019年度颁奖典礼 在英国伦敦举行 嫦娥四号任务团队 获得本年度全球唯一的团队金奖 这是英国皇家航空学会成立 153年来首次向中国项目颁发奖项 中国探院工厂总设计师 吴伟仁院士率 嫦娥四号任务团队代表 首邀参加了此次颁奖典礼 中国探院工程总设计师 吴伟仁院士代表嫦娥四号任务团队 向英国皇家航空学会和奖项委员会 表示感谢 并欢迎更多国家或组织 与中国开展航天国际交流与合作 共同助力人类太空探索与科学发现 2019年1月3号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 艾特肯盆地冯卡门撞击坑 在2018年发射并部署在 地月拉格朗日L2点的 雀桥号中继星的支持下 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托二号巡视器 分别开展了就位探测和巡视勘察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发现成果 嫦娥四号任务实现了人类探测器 首次月背软着陆 首次月背与地球的中继通信 创造了世界探阅史上新的里程碑 实践了追逐梦想 勇于探索 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中国探阅精神 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目前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托二号巡视器 已分别结束月夜休眠期 受光照成功自主唤醒 恢复月面工作 进入第十二个月昼工作期 截至目前 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的工作时长 已超过三百天 远远超出设计寿命 玉托二号巡视器 克服月背复杂地形等障碍 行驶里程也已超过三百米 实现了双三百的突破 英国皇家航空学会 成立于1866年 是国际上历史最悠久的 航空航天专业组织 该学会设立年度奖项 旨在表彰世界范围内 在航空航天领域 取得杰出成就的团队和个人